好 那歡迎各位來到這個一層櫃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那我們的第二場一層呢 是由Mark帶來的 在學校開機場把自己的學費賺回來 那讓我們掌聲歡迎這位講者 大家好 我是Mark 然後我是來自中央大學的 一個跟機房有關的社群 然後今天這個一層 不太會分享到開發的東西 其實我原本是做類似的東西 可是我到底想一想想說 我想要講的是機場嗎 或是就是跟機房有關的 然後講開發好像不太合適 我就把它幹掉了 所以今天主要會帶你們跟我一起走過 我過去這一年 不到一年啦 大概是九個月的時間 然後怎麼從零到有 把一個比較完整的 私有雲端服務做出來 對 然後我要先補充一下背景 就是因為我是大學選到 資訊相關科系才開始做的人 對 然後所以就是 我的基礎就是大二修完 大概企業資料通訊 就是資工系的計算機網路 完之後才開始接觸相關領域的 然後所以就是 這大概是我的起點 對 那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網管技能 那我先工商 就是強烈建議 就是你有興趣想要學到 網管相關知識或是課程的話 就是可以去交大修他們的NASA 就是非常的實在 然後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對 但今天不會講到 他課程內的內容 幾乎不會講到 會比較講到就是 平常如果你不是真實在微韻機器 你比較少會遇到的情況 對 好 然後就是如果你是看到說 你想要在學校把你的學費賺回來的話 恭喜你被我JUKE到了 就是 真不好意思 欸 不好意思 他那也是不能盈利的 對 所以我究竟賺到什麼 我等一下會跟你講 但是我要先講 如果就是如果 就是我 我後來還知道說 我做了一個蠻有可能 會被沿上的名字 對 所以我要先澄清 我們沒有再賺錢 對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看到我怎麼花錢 但是你看不到我怎麼賺錢 因為確實就是沒有賺錢 對 然後他那是不能盈利的 在這邊先宣告 就是 欸 不能盈利 不能盈利 我也沒有盈利 好 那所以我究竟賺到什麼 就是 呃 就是有點 有點拔蠟啦 但是就是確實真的 就是 除了課本上的知識之外 然後再來是實際操作機械技術 然後還有一些除錯的經驗 對 然後這些都是 就是 我很坦白講 就是你課本上絕對學不到 就算你把所有作業做完 你也不太會遇到的情況 對 好 那 呃 我們是誰 那我們叫做CiLab 那 中文是直翻啦 就是 那個CI絕對不是你想的 那個 CICD 那個CI是 Core Infrastructure 對 然後因為 為什麼叫做Core Infrastructure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的目的是 蓋一個私有雲 然後 就是我們做的有 就是做相關的事情 就是其實就跟網管比較有關 然後系統管理 然後比較靠硬體一點 就是如果你硬要講的話 其實我們是一群operator 就是在 在搞機 對 在玩機器的人 對 那 呃 就是我們 就是也努力在往雲原生的路上邁進 就是 呃 就也在學習啦 對 然後 然後 再來就是 也是買機器買到沒錢 好 那 我來分享一下 就是CiLab這個社群 這個專案怎麼緣起的 好 那 就是 可以講 分兩部分講喔 就是第一部分是外在因素 就是 強者我朋友喔 就是 shout out一下PPODDS 這是一位中央大學的朋友 然後 他就是 就是 反正就是致敬那個 NCTU Plus 一個 好像交大跟可以放 很多庫庫的系統 因為人家開發了 然後他就是 這算是一個中央的選客工具 對 那 他就是 這是他做的Side Project 然後他做完之後 就是我一開始聽到 他好像Deploy在哈加爾蘇莓派上面 然後就是 他扣 基本上那一份那個 Side Project 基本上他扣是全部在自己寫 前後端全包 然後 就是 還要自己付錢買Domain 付在自己的 那個Domain上面 然後 那個 Server的話是放在哈加爾蘇莓派 然後 就 另外我發一件事情就是 他一個人從 Developer 然後到Designer到Developer 然後到Maintainer都是他自己 對 那我們在想說就是 欸 那 如果 是不是有一群人 是不是有人可以來幫助說 假設今天有些想要做庫庫專案的人 就是你有Side Project 或是你有一些東西想要Demo的話 是不是可以 有一個 免費的地方 或是就是一個 比較好 部署的地方可以去使用 因為 就大家應該有經驗就是 那個 雲端玉山家 Ager GCP AWS 你知道他們有一個可能共通點嗎 沒錯 他喜歡你的信用卡 你必須把信用卡交出來 阿 如果 你未滿20歲 或是還沒有開始工作 不好意思 媽媽50 媽媽信用卡 就是 你是很有機會 沒辦法 有信用卡 或是去 辦到那個 就是 去 去使用他的帳號 就是 除非 就是 反正有一些手段可以去用 對 但是就是 你沒辦法 很自由自在地去使用它 然後再來是 你自由自在地去使用它 你的錢包會讓你不自由自在 對 然後 所以我們想說 那我們就是要來建造一個 免費的雲端平台 然後讓大家可以在上面 就是 部署自己的東西 對 好 那再一個是就剛講到 就是 其實我是修完 就是 就是網路相關的課 然後 就是 呃 因為 就是那時候想說 就是 嗯 感覺想要跳一個領域來專精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本身比較有興趣 在這相關之類的 然後想說 就感覺實作經驗有點少 然後再來是 其實因為我們成員 大部分也都是學校攻讀的網館 然後 就是 其實你也知道就是 就是攻讀網館有機器可以讓你練習 沒錯 但是其實你也不可能無上限的亂搞 你一旦把那個東西炸了 就不好意思 就是你要回來把它修好 所以我們需要 我們想要有一個可以完全 完全自由的地方 可以讓我們亂搞 然後亂實驗 然後再來就是 想要累積經驗 然後 而且就是 這經驗比較 比較特定特別一點就是 除了你常見的網館 你可能要 就是維護一些服務之外 就是我們想要 實際上去看看那些在 在維護機房的 就是 你可能就是 就是你要刷門禁進去 然後你要拔殺光些 上架機器 怎麼把機器弄好 然後做那些很硬體的設定 這些事情 就是我們想要累積一些這些經驗 對 然後所以就是 比較 就是特定的主題在下面這裡 對 然後就是 集合這兩點 所以就我們就誕生一個念頭 就想說 反正就 我也想練手嘛 然後再想練手 就是剛好可以搭一個服務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 欸 就是 我同時也可以幫助到我身旁 因為假設 如果今天 你也有一個酷酷的專案 想要部署 那我可以 練習 維護 啊 你可以練習 你可以把它部署到我這邊 啊 我就是因為 就想要練習維護嘛 那我就可以幫忙照顧你的機器 或是就是照顧社會之類的 好 對 所以就 嗯 那我想說 那不然就 反正 那個 學校看起來那個 我們公讀單位的機櫃就空空的啊 借放一下啦 對啊 然後反正我都首先就是 我也沒有要賺錢 然後 我也是為了 我也限定給學校同學用 你借我放一下好不好 拜託 對 然後 就所以我們的終極目標 就是 有一個空間 在學校有一個空間 可以從頭建立 就實驗環境 然後練習網路跟 系統管理網路管理 然後 再來是更加 info一點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比較像 呃 比較像Trader就是 我希望說 欸 我可以成為學校 就是 一些運算資源的provider 就是假設像我朋友 他假設他今天有 他專案想要部署 他可以部署在我的機器上面 這樣 就是我可以給他學校的 IP 然後 學校的 domain name 就是他可以得到一個 點 NCU 中央大學結尾的 domain 然後再來是 他就是 也不用擔心說 他要有地方 就是 要去找雲端平台部署 他就可以放在我的 那個 server上面 然後 就是 可以就是 我可以練習到 然後 他也可以 demo他的東西 好 然後 就剛剛講嘛 就是 借我放一下 拜託 然後 就發生一件事 就是 就是 你也知道 就是如果你想要 在學校做一些看起來比較違法 或是就是有可能會有一些疑慮 資安疑慮的事情的時候 學校就會跟你說 哎呀 同學 就是 這個 好像有一點難呢 然後 就是 反正就是 我們就 就 對對對 然後反正就是 就遇到一些問題啦 然後 之後 就是 但是 我今天能在這邊跟你講 代表就是 我最後有找到地方放 對 就是 就是這顆球 沒有被貓到界外 後面 就是還在球場內 我還成功在中央大學 把機櫃蓋蓋出來 好 那 我這時候 就是 開始講說 我們怎麼去 呃 就是這些設備哪裡來的 然後 就 帶著大家 跟我一起把那個 機器 蓋出來 好 那 首先就是 機器哪裡來 就 因為 就講 就是 呃 伺服器 就是不便宜啊 就二手還是不便宜 然後 再來就是 我學生也 我也沒有太大的能力 所以 有一個 就是 一個 非常重要的元素 就是 蓋 我是 蓋幫幫助 對 然後 就是 呃 因為首先 就是幾個來源 就是 我們之前有 有另外一個社團 然後 但是反正就是 因為一些原因倒掉了 然後他有殘存的設費 所以就有一點點的啟動資金 然後再來是 我有去學校的那個機房撿垃圾 對 然後就有淘到一些酷酷的東西 然後還有就是 學校有 就是最終我找到落腳處嘛 就有善良的行政大哥 有幫助我們 給我們一些資源 對 然後再來是 就是 呃 因為就是 就是 現在大家知道 大家特很喜歡這個嗎 就是 企業都要 ESG啊 然後還有什麼 然後再來是 就是 就反正找到 有企業幫助我們 再來是 也有 就是有社群前輩知道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有幫 就是 抖內機器給我們 再來就是 去自己想辦法賣身 然後 之後去掙錢 對 然後 就是 我不只 我不只去賣完身 之後 我還要 把那個 就是 我賣完身之後 還要把錢再掏出來 去買機器 對 然後 就是 就是 收藏一下 台灣同伯鎮的公司 就是 他 他有 捐助一批 退役的機器給我們 然後還有 那個 前面講到的 就是社群 就是 CM2G的前輩 他有 捐了 那個 SERVER跟 交換機 剛剛講到去撿垃圾嘛 就是 學校的一個 某一個陰暗角落 有一間 雞櫃墳場 然後裡面的東西就是 你進去就是 磐絲洞 蜘蛛絲掛蠻 然後 之後燈 也開 不一定開得起來 然後 那個插座裸露在外面 然後 反正我們就是有去 掏一點舊雞櫃啊 所以就是 就是 雞櫃是學校捐給我們的 好 那 蓋幫也 蓋幫 就是你要當蓋幫幫主 也不是那麼簡單 就是 就是 你要注意一些事情 就是 你可能買回來的東西 就是 欸 機器沒有硬碟 就我 我前一陣子發現說 奇怪 這機 堵上去怎麼 所有燈都亮了 但是他怎樣 都沒辦法跟他互動 我把他拆下來 打開看 啊 天啊 這個 這個Switch裡面 他竟然沒有那個 他的裝 裝OS的東西 然後 我 我去跟賣家 哭 然後他也是就是 呃 不管 好 馬上就沒救 然後再來就是 你有可能 買了一些零件 然後會混雜一些奇怪的東西進來 對 然後 或者是 他可能不小心多給你了 啊 比較慘就是買一種 我之前遇過就是 買了那個光線模組來 然後我要買XXXA 結果他給我XXXB 然後我沒有注意到 督上去就是怎麼弄弄不通 然後 結果到這拔下來看來 發現根本就買錯 所以就是 就是 呃 你有很多 100萬種失敗的可能 就是你值得你去注意 然後 也是你必須去注意的地方 好 然後 呃 因為避免就是 有人 就是你可能是 呃 比較跟機房比較不熟 那我這邊會稍微 簡介一下機房的要素 就是機 機房幾個人素啊 對 那 就是可以讓你用 比較常見的生活場景 去聯想 哈 好 那 就是機房有幾個比較 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 你 你要你是機房 你要有電 對 你機器總是要吃電嘛 他不是大風刮來的 好 然後再來是 你是機房就是 因為 機伺服器草嘛 然後你要有地方放機器 所以你要有空間 然後再來是 你 你要跟人家 你要你要連出去 或是跟人家peering 你需要有網路的提供者 然後 網路線是一件事啊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有電腦 電腦就是我們講的伺服器 然後我關到我儲存空間 就是為什麼沒有把它放出來 就是 因為 呃 我覺得這定義有點模糊 對 因為 有些NAS也是可以當 應該講說 有些NAS也是 就是 就是 server 然後就是 呃 反正他就有點tricky 但是我 因為為了介紹 所以我把它放在上面 所以反正就是 你要有電 有網路 你要有地方放 然後你要 有你要跑的機器嘛 好 那就是 你可以用這些 你比較熟悉的東西 去類比他 好 首先講到空間 好 那 呃 空間的第一點就是 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機櫃 對 喔 今天這是 就是 你就把它當通 就是連通式而不是 就是科普等級 就是 就是 對 有看到機櫃嗎 沒有 理我 應該多少有啊 就是 就是 機櫃 你要注意幾件事情 假設你今天有幸 你要開始去 就是 佈硬體的機器 那 你要注意什麼事情呢 就是第一次 你先 你要先想一下 就是你的機櫃要多大 就是機櫃有分高啊 啊 這標準的42U 等一下會講U是什麼 就是 標準大小的機櫃 對 所以你要考量你的設備有多少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 欸 就是 喔 不是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想啊 因為我們沒有選擇 我們是從垃圾堂撿回來的 所以就是 就是他給我那麼大 然後你要考 就是如果你要挑的話 你可能要想一下說 你設備有多少要裝 再來是電力 那為什麼 欸 你想說 欸 奇怪 那個空間跟電力有什麼關係哦 就是 你可以趴到左邊 左邊這個 呃 你把它當成延長線就好 但是我們會稱呼它為PDU 那 就是 因為 呃 它有 縱向直的放的跟橫的放的 那 通常直的放的比較長 對 那 比較長的話 就有比較多孔 可以插比較多設備 所以 假設你今天要插的設備量 到一定程度以上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必須放這種直的PDU 來下去放 但是 會有一些問題哦 就是 如果你放直的這種 等一下 下面給你看一張照片 就是 就是 如果你的機器 機櫃太淺 怎麼說淺呢 就是 嗯 我這樣講不太好 我先退去介紹好了 就剛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單位 叫U 就是 U 是 就是伺服器Size的 基本單位 然後 就是 呃 你可以看到 這張照片 這裡 它有這個 格子哦 這三個 三個方格 叫做EU 然後它是伺服器的高度 那基本上就是你的機器就是EU 2U 4U 這樣子的高度去疊 但你有注意到嗎 我只講高度 就是 它的 這樣子 那 重點就是深度不一定 就機器有長有短 機櫃也有 有深 有淺的 對 所以你在考慮的時候 假設你今天要 放 長一點的機器好了 或是就是 你需要把一些 東西也藏到機櫃內的話 你可能要找 深一點的機器 找深一點的機櫃 然後 再來是 假設你今天要把這根 長長的 長長的 延長線放到機櫃裡面去的話呢 你也需要一個深一點的機櫃 不然就會發生這件事情 像我們這樣 我們這個就是 安全性第二 我可讓第一 就是土砲改 就是 你如果今天 機櫃太淺的話 你的這根 長長的PTU 是沒辦法藏進去的 你可以看這張圖 有點不明顯啊 就是 它其實橫向有一個面可以鎖的 但由於我的機櫃太淺了 然後它也沒有側向的地方讓我鎖 所以我就必須用 這個酷酷的零件 我有放它的連結 如果你有需求可以找 但是我覺得就是 最好不要 就是 這個延長 延長支架 你把它從機櫃往後突出來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 延長線固定在上面 那 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今天你家 呃 一個很顯眼的地方 插一個電器 然後 那個電器的做法就是 你把一根 延長線 掉起來 然後一根 一架架子 然後掉在那邊 然後現在你可以想像 我們的機櫃就是這樣子 但是沒有辦法 對 所以就是很重要一點喔 就是 你今天如果要上這種 縱向的PDU 我們叫0U的PDU 你必須考慮好你的深度 你深度不夠深 其實是放不進去 對 好 所以就是深度 然後再來就是電力嘛 我剛剛講說 你要插很多孔 會用到0U的PDU 這都會互相影響 所以你的設備量 電力跟機櫃大小 其實是有互相關聯的 好 好 那這邊就講一下就是 呃好 就是 對 如果你沒有得放的話 就必須突出來 然後我突出來很危險的原因 是它其實就是一片 飽飽的鋼板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播那個 我們的延長線 還在那邊晃 那其實這是不太好的事情 對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 這是你的空間 那你的機櫃要怎麼安排 那 講到電力了嗎 好 那再來是電力有什麼重點喔 就是你今天 就大家應該 如果有住宿都知道嘛 就是 如果你今天一群人一起開吹風機 或是有人偷偷在用那個 快煮鍋或什麼鬼 然後如果宿舍跳電就鋸了 對 或是就是有人在公共 公浴室 裝賴很常發生啊 就一起插吹風機 然後跳電這次也會發生 所以就是電力 也算是 應該講到電力是它的生命啊 就是你必須好好考慮 那 再來就是電力也跟什麼有關 就是第一是跟你設備的數量 就是 設備的數量就是 剛講了跟你延長線的孔數有關 再來是 你的 你家的電 你也不可能無限上鋼說 你插座都插 就是每一顆都插電飯鍋 每個都插吹風機 那一樣會跳電 所以其實跟你 總共能提供的 功率有多少有關係 然後 再來是 呃 電源線的走向 那這點比較酷一點就是 呃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這一張圖 這張圖 這邊這個是 server 等一下會也會介紹到 那 電源線走向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 就是 常見的 常見的server的電源 呃 不是講 這間常見大概是我自己經驗大概是五成左右 因為有一些是左右各一顆 對 但多數會在靠右邊的地方 那 如果你要 好 比較好整理你的電線的話 你的 你的 PTU最好要擺在右側 對 那 你的電線可以用比較短的方法就碰到你的 呃 插座的地方 那這樣你才不會就是 到之後 你的那個 電線整理完變成一個 這樣一個網子 對 這樣不太好 對 然後再來是有沒有很重要的是有沒有雙回路 對 那你可以發現就是 就是server它其實是有兩個電源的 然後一個是就是榕魚 那 榕魚的條件就是你今天有一顆電源噴了 那 你另外一個不能噴嘛 但是要是你把兩個電源插在同一條 延長線上面 啊 前面跳電了 那就G啦 對吧 所以兩個還是會一起不見 所以就是你要 注意一下 你有沒有兩個回路 所以假設你今天要蓋一個 就是你今天要部署你的server好 你買一台二手機回去 那你最好 把你的兩個插座插在不同的回路上面 假設今天一個回路跳電了 另外一個回路還可以在 所以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你如果就是來然後全部就 喔全部 欸好多都插在同一根上面 然後結果前端爆 就最前面源頭爆了 那其實就是 大家一起回天滅地 就一起segueby 所以這是不是很好的事情 對 好 那 電力再來是 大概應該都 有些物理吧 就是 功率就是 那個 那個安培 那個什麼 電流層上電壓嘛 好 這大家應該知道 等一下會提到 好 那 這常見插座 大家應該都 認得吧 就 你家牆壁上一定有 對 就是 110的 110有地線的 然後220的 好 這是大家常見常看到的 那今天要講的比較不一樣的是 假設你今天是一個沒有 就是你家插座不夠用 或是你要拉一個新的插座出來 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你需要注意什麼 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 常見插座是 剛那個直插座 那我今天要講的就是牛鎖插座 那再來有一個前提是 因為台灣的插座是走美規的 所以這是美國的標準 這插座叫牛鎖插座 那 就是它的接口長得蠻不一樣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個圓圓的三個這個 那 常見的就是 你家常見會有的電壓 或是我們平常常見的就是 110 220 對 然後就是大概幾安培呢 就是可能從 有15 20 30 那 它依序對到的那個插座其實不太一樣 那就是 為什麼要用這種插座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個插座其實是有專利 然後它長得蠻特殊的 它 如果你把它插進去之後 它會因為它的那個機構的關係 它會 稍微扭轉然後卡住 所以今天不會遇到說 你就是踢到電線 然後就 線就噴掉了 然後就全部不見 你應該就我不知道 假如有小朋友在家裡 或是有洋寵物 可能勾到電線有沒有 這個就是都會發生 對 那 這種 這種 插座是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的 那 它不同規格長得不同這樣子 然後可以教大家判讀一下 就是 L5的意思大概 L5意思就是可以符合110的 然後L6就是符合220的 那 20 30很明顯就是安培數 對 那所以就取決於看你的 你要推的功率有多少 假如你今天是拿220 30的好了 那你可能就要選L6 30的接頭 那這是我們插座的頭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對 這你可能比較少遇到 因為 你可能會說 就是你今天沒有插座 你可能call一個水電來 然後還有 塞 我要把插座 那他可能說 你要什麼插座 如果你跟他講110的 就是常見那個的話 就是 可能太好 然後再來是其實那種 比較大根 我們講大根的 就是這種 功率比較高的PDU 它的插頭 其實多數都是長這種 比較偏工業用的 所以這算是一個冷門的知識 如果有一天 你想不開的話 你也可以叫水電做一個插座給你 好 那再來是講到 最重要的講到伺服器 好 那 就是 大家應該都知道伺服器 吧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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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用電腦 就是你 沒看過伺服器走路 你也用過伺服器 好 就是 呃 你可能常知道的伺服器 就是 不管放在你Lab裡面的直立式主機 或者是 就是 一些 呃 教效能比較好 你可能稱之外 它為伺服器 那我今天講的比較特別是 就是 我指的是機架式的 可以固定在機櫃上面的 對 好 那 這是 不是絕對 就是 因為其實有些 比較貴的主機板 或比較貴的電腦 也有 右邊的功能 但是假如我要用一個比較常界定 用簡單的 讓你好理解的話 就是 你的家用主機可能定位 就是 你裝很大一卡 裡面其實沒什麼東西 然後空間都浪費掉 再來就是它擴動性差 擴動性差 應該是指主機板 像你 記憶體 就是你常見的主板 最多差四根嘛 那 我這個可以差 超級多根 十六根 對 不只 然後就是 再來是有備員 像它電源有兩個 啊 什麼都有兩個是錯的啊 就有些東西有兩個 像電源有兩個 然後再來是 你可能會知道 就是你開機會有BIOS嗎 像 Serve of BIOS 有些Serve of BIOS也有兩個 那 呃 你今天有一個BIOS壞了 它其實可以透過一些方法 切換到另外一個BIOS 去把機器重新叫出來 對 然後再來是 IPMI IPMI是 呃 它是算 獨立於主機板 獨立於OS的一個算工具 對 那 它比較酷的功能是 它可以在關機的情況下 還可以跟你的電腦去互動 就你可以 就是你的電腦完全死了 之後你還是可以 透過IPMI這個東西 進去看你的機器的LOG 或是 就是我剛剛講 像你要切換BIOS這個動作 也可以在IPMI做到 或是你的機器來的時候 你還 你沒有 你可以直接透過IPMI這個介面 在它完全關機的情況下 去重關這些一些東西 對 所以就是 呃 伺服器主板 伺服器比較常有的 酷的功能 對 但是 有一些高階主板也有 好 那 呃 這是我們伺服器的樣子 就是我們到最後 總共部署了20台伺服器 我們有四台這種EU的 剛剛講 這三格 立格 EU 然後我們有四片 然後 加上 呃 16台這種 呃 這種叫刀鋒伺服器 然後它就是直的一片一片的 然後它可以藏在一個大大櫃子裡面 對 但今天不會主要去講它 就是 反正我們總共有20台機器 然後就是 我們一台一台 就是從D台連拆都會小心翼的拆 到最後就哒啦啦 它不會壞啦 然後就啪 然後就壞了 沒有 然後 然後就是 就是比較有經驗去拆它 對 然後就是 呃 總共也 前前後後也弄了20台 算是 一點點經驗 就是 真的是一點點 對 好 那 就是 你說照顧伺服器 常遇到什麼 就是伺服器根本就是trouble maker 它真的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在跟你哭 就是 反正是照三天跟你哭就對了 就是 我們 因為我們是買二手機器來嘛 那就是你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 你再來就是 機器來可能很舊 或是 你有一些 人家前人殘留的遺跡 你要把它洗掉 然後什麼之類的 所以機器太舊 你要更新嗎 不然有一些CPE 或是什麼鬼的 有動 或是就是那個 韌體是錯的 結果跟你的機器 根本沒辦法開起來 你要去更新它 所以你要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 機器 有可能 老到你找不到 很難找到文件或找到韌體 就 坦白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最老的機器是2008年了 然後 小弟我那時候才六歲 他到現在還好好的在我的機櫃上面跑著 我真的覺得 我很對不起他 讓他跑那麼久 他還在跑 對 他就是這麼的老 啊 這麼老機就是你會有問題啊 你很難找到 很難找到更新檔 或找到他的文件 就是你有說 就是你不是不願意修它 對然後所以就是要一直通靈 對然後還有一些奇怪的錯誤 就大家 如果你有裝過電腦 這比較可能能體會就是 你電腦裝CPU會有針腳嗎 然後那二手機器來的時候 就是開不起來 就是 他就是連金把石都不會進 然後就 就把CPU一起拿起來看 前一個人把那個 散熱膏 就是他 裹到針腳了 然後 我真的覺得超級傻眼 然後 到最後就反正想想把他弄乾 然後拿鑷子在那邊跳跳跳 把他挑起來 然後把他救起來 然後我覺得我根本就是 不知道 法醫是看死人的 我是把他救起來 我也覺得我蠻神奇的 然後就是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像是 任體打架 就是 我前幾天 整理了一台機器 然後 就是四台 配置完全一模一樣的東西 然後 他 其中兩台怎麼開 他開不起來 然後 就 然後 到最後才發現 就是說 因為我 額外安裝了一張網卡 然後 你在開機的時候 就是在Low的階段的時候 他會把 呃 就是你的 各種韌體都載進來 你機器 就是主機 你要把 就是各種氛圍載進來 然後去 就組一組 他才會動嘛 那 他在Low 進來的時候 過程中 Low的那個網卡 的氛圍進來之後 他的 他們就打架了 然後 開機的過程就直接死了 然後 他怎麼開 他開不起來 然後 我一開始以為是 因為他 簡單噴了一個CPU 這個 Keyword在那邊嘛 然後我就從那邊開始猜 然後我就 就把 用了各種手段去解決 他就對了 然後就是 怎麼想也想不到 就我到時候想說 要把我順手 把他先拔起來 我要拆另外一個零件 結果把他拔起來 之後他就開起來 所以就很常發生那種 就是其實 我很 呃 可能是我經驗不足啊 就我沒辦法很快的去 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 所以一切都是在 呃 學習 然後跟累積經驗 然後像就是 就很難理解說 為什麼 網卡常常常會掛掉 但是其實你冷靜想一想 其實是有機會的 就是 你如果從一個開機的過程去思考 說其實 我到時候得出一個結論是 假設如果你有信要除錯硬體 的話 就建議各位 先把你的配置化為最簡 就是你今天如果 你的主機也關不起來 你建議你就 拔到只剩一根記憶體 跟一顆CPU 然後你先一個一個來 一個一個裝上去 然後直到找到 關不起來那個 那個就是臭狗 你把他抓出來揍了 對 然後 我那時候沒有揍他 因為他很貴 所以我打出來說 啊那是行李 然後我還把他裝在電腦上面 然後把他更新一下 他才好好的動起來 所以就是 Maintain Server 是一件比較好笑的事情 就是 對 就是會累積一些很酷的經驗 跟 拆硬體 然後 再來就是 你要努力拔擦硬體 然後不要怕肢解 肢解機器 然後你要 機器的蓋子後面都會黏一些 貼紙告訴你說 你哪邊可以去 基 主機板上還有各種 神奇的小開關 跟短路的針腳 有時候你要把一些東西清除 有時候你可以透過 把一些針腳短路 把它的資料洗掉 所以你那個東西會黏在主機板的背後 欸 主機蓋的背後 你要去看主機蓋的背後 再來是 你要 冷靜的去看說明書 你只要 照起來之後 你什麼鬼都看不到 對 所以 要冷靜的去看說明書 就是 大家忍忍冷靜 你冷靜之後 你會發現問題就在你旁邊 好 這比較有趣的故事啊 好 那 下一個 講網路 我們已經講了空間 電力跟伺服器的嘛 那再來講到網路的部分 好 那 我還是要先 補充一下 就是我怕有人不知道Switch是什麼 對 但是我今天 講的 距離是有點怪 因為小烏龜如果有知道是Router才對 好 那 反正就是 就中華電信是你家的網路供應商嘛 但你不可能你家每一台電腦 都全部拉一條線 讀到中華電信那邊去 對 這 這 反正你就不會這麼做 然後再來是你想想看 假設你一個 每一台都要接到一個中華電信的小烏龜 的話 你要請多少個中華電信的小烏龜來 超貴 對 所以你不會這麼做 那 這時候你要怎麼辦 把你家的網路收集起來 放到一個地方 讓它一起過去呢 這時候你就需要Switch 好 好 Switch 對 你絕對認識的Switch 對 呃 喔 不是這個Switch 好 不好意思 然後 反正就是 你需要Switch 那 我用一個比較 我就不講就是 既往上面會講到Switch要幹嘛用的 我用我一個理解 我理解的Switch功能是什麼 比較 比較講就是 我覺得Switch像是網路的交流道 就是 交流道是什麼 就是各種車道併進來 各種路線併進來 交會的地方嘛 那你把你網路線想像成車道 那就是你每一個車道都把它併到Switch上面去 然後大家 就是你的資訊流 根據他想要去的地方 然後開到他想要的路上面去 所以你就把Switch當成網路的交流道來想就好 好 那以上是我們的架構 好 那因為我們的機房沒有那個Router 所以就是 我們的Router在消息狀裡面 所以不管 那就是反正就是 我們呢 就是 所有機器都接到Switch上面去 然後在Switch前面有擺了一個防火槍 然後他還對我們做基本的阻擋跟保護 然後還有擋掉一些就是 奇怪的Port 還有奇怪的東西 然後之後 再來就接到那個 Shan內網路去 就接到Tan內上面去 好 那 Switch也是一個硬體嘛 那 就是 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看 喔 Switch照片 最有一個 這是Sysco的Switch 然後就是你常見看到很多網路孔這個 它有可能是Switch 對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 就是 如果你有 有去機訪參觀 或是看到一些東西的話 你可以知道它是Switch 好 那 就是 就講說我們是丐幫嘛 然後 丐幫是怎樣呢 就是 啊 就是 有一個天使 叫CN2的前輩 捐了一台交換機給我們 然後 我們就是 因為他來 機器給我們的時候 他的帳號密碼沒清掉 然後他人不在國內 然後 我們那時候必須 重置那個 重置那台 Switch 才有辦法進去 因為不然我連帳號密碼都不進去 我根本不用想對它Config 所以我必須重置它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 還沒有想讀 說明書 然後 就是年少輕狂不懂事 然後 看到一個reset就 把它 啊 reset okok 然後 reset下去 之後 就是 你如果拿 你在路上撿到一隻手機 或是 你今天 你媽給你一隻手機 就是他用過 然後 你要 你要重置拿來用 你可能就把它 還原原廠設定 reset嘛 然後 reset完就是怎樣 你可以重新 設定你要的資料 他OS還在 啊 不好意思 就是 這個交換機的reset 是把它OS整個清掉 所以我得到一台 只剩下 我可以 我得到一台 就是沒有 沒有OS的東西 它就要 從頭從貫 然後 然後 就 就你看 然後 然後 我們就去求救嘛 然後 然後 之後 就 就有前輩 講 那個 我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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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還有那個 作業系統檔案嗎 蛤 那個什麼 那個 因為 因為 就是這種 你沒有去買那個實體機器的話 你如果想要得到那個 他的support 就是你要去下載他的OS 下載他的韌體 你是要付錢的 然後他就說 他回回去說 我看起來很有錢嗎 然後 我就說 沒有 我說有啦 但是他實際上是沒有 所以就是 我就 我就 就是我把OS給刪了 然後我也沒有備份的檔案 然後我也找不到OS 然後就 所以就 他就 他就 給我兩句 白自求托福 對 然後 就 就很慘啊 然後就 就 我們 我等於是 拿那個磚塊嘛 對吧 我都把switch變磚了 然後到時候 就是 只能在外面 各個地方哭說 啊 有沒有人 有英雄相助喔 然後 拜託喔 救人喔 欸 都沒有 然後到時候 我們在 CSD 在CSDN上面 找到有人 就是 把那個 他的 iSOO檔丟出來 然後 我們 還很擔心 他給我加料 然後 我就 還去看一下 那個 那個 Hash完之後 只是一樣大 看起來一樣大 然後 我就得到 兩個 兩個 就是 有找到兩個宅點 然後 就得到兩個不同的OS 然後 最後 再來是 喔 萬幸 到時候找很久 找到OS嗎 然後 把他丟進去 然後 丟進去又 又好笑 就 就一樣 就年少 輕狂 不懂事 那時候 就是 這個計畫 最前期 我根本就不知道 就是 他的 硬碟這麼小 硬碟 就是他的記憶卡 這麼小 就是 我 我找了兩個 然後我也看起來 一個比較奢華 就是奢華飯堂 那個時候 看起來就 喔 9G 看起來 你們應該 很完美喔 什麼都有 然後 我們就決定裝那個 然後 就怎麼裝 裝不起來 然後 一樣 就裝了大概一個晚上 然後 就那個 有個高人就說 你確定你的大小 塞得進去嗎 然後 我想說 他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這個年頭有東西 這個 怎麼可能 那個年頭 OS的大小 裝不進去 一台機器裡面 結果11去看 喔 不好意思 真的裝不下 那個 我印象中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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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卡 我印象中幾百妹妹吧 應該是 對對對 他 我得到一個 對對對 我沒有騙你 那個CF卡的大小 我前幾天才裝一台 那個CF卡的大小是512枚 但這個是 那個老機器很常見 Switch上面的 老的很常見 對 然後 而且 而且你還不能挑 太好的記憶卡給他 因為 太快的記憶卡 他讀不到 對 所以反正就是 就是 我就不小心塞了一個 太大的東西給他 他根本就吃不消 然後 所以反正都很久 就你想 你認真想 就很白癡 假設我先去檢查一下 他能吃多少 然後我再給他 一個適合給他就好 但是我就 沒有想過嘛 我就一直 奇怪 怎麼可能 步驟做錯嗎 我東裝西裝 南裝北裝 然後他就是裝不進去 結論就是 太大了 對 然後 他受不了 然後 所以就沒辦法 然後 再來就是 我剛剛講 要就是 你注意檔案大小 這聽起來很白癡 但是會重點好 然後再來 你要注意檔案的完整性 就是 檔案的完整性的話就是 你 呃 不是 零二手零件的完整性 我買了一台Switch來 然後它裡面是 沒有給我卡的 所以我遇到第二次一樣的悲劇 可以裝進去 所以如果 願意的話就是 等一下會後 如果你也是 二手玩家的話 可以跟我聊一下 我可能需要一點你的幫助 對 所以就是 你機器買了之後 你要先檢查一下 然後能退貨 趕快退貨 拜託 因為 因為 我零天從美國來了 寄回來剛好一個月 直接超過退貨期 所以我就只能把它吞了 所以我又買了兩片磚塊回來 好 然後再來是網路 好 那 快結束 快結束 好 然後就是 呃 我們講 真正講到我們實踐 我們所學的地方 就是 呃 網路 網路這個東西 老師在上課講過說 你要好好的規劃網路 你網路的東西要把它切割開來 然後 我真正 在這計畫開始 implement 我學到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切VLAN 就是把 呃 在史詞上面 你可以透過一些config 把它 類物理的把它隔開來 好 把它類物理的隔開來 那 就是做過切VLAN的方法 那我們就不講怎麼切VLAN 然後反正就是 我們有 這些VLAN 然後有把它實際上切開來 然後用了學校教的東西 然後就是 開始實際應用了 然後再來是儲存 好 那 呃 好 對對對 好 有人在趕我 好 沒關係 跳過 好 反正 我快結束 然後現況是 就我們這個計畫 都要現在大概 從SERVER上線 過電開始跑 大概 半 8個月左右 然後 呃 我們有跟幾個學校的合作 因為這是 我們第一個是想要幫助 中央大學校內的同學 那我們這個平台上面 就有讓 就是登山社的朋友 就架他自己的 就是 Side Project 就是他們登山社自己有部落格 再來是登山社有開發一個 登山難度評估系統 然後是 就是 就是部署在我們的SERVER上面 然後再來是我們又跟學校的學生會合作 把他們學生會的DNS托管在我們這邊 那我們有同學 學校的Project 或同學的專案 他需要可能一個DOMAIN 那他就可以 跟 透過我們 跟學生會拿到 點Student 點NCU的DOMAIN 那 你就可以不用自己買 而且是 假設你是 像 我同學的專案好了 他是 學校的 那個 小工具嘛 你可以獲得一個 點Student 點NCU的 我覺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然後再來是有 提供一些 其他人做運算使用啊 就是 一樣就是 學校的同學 然後跟學生的需求 然後幫助他們 那 就是 你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 順便 工商一下 如果你是中央大學 你喜歡爬山的 可以去加入他們 就是 你可以得到一個 點Student 點NCU的DOMAIN 就是 你可以從 學生會的DNS 然後 集中 提供給我們合作的IP 我們的平台 然後 加上登山社 自己開發的APP 然後 整合校內的資源 跟 就是 讓大家能 一起 做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對 然後我們進行的目標 這沒關係 不講 好 反正就是我們也還在努力 然後 我們的目標就是 就是讓大家可以透過學校的 單一登錄系統 就是Poto點進來 然後可以接到我們的服務上面去 然後 每個人可以拿到一定額度的運算資源 就是 有點像就是 就是 以前 AWS Educate 還可以每個人 一年分到一百塊去用的時候的樣子 對 好 然後 這邊要特別shoutout 就是 CN2G的前輩 我剛看到他有經過 就是 非常感謝你 慷慨解藏 幫助我們 就是 捐了機器給我們用 然後 再來是 就是那個 台灣同伯店公司 然後學校的 讓我們 落腳 住進去的行政中心 還有不具名的老師 然後還有幫助過我們 包括NASA的學長跟老師 然後還有 讓我們任何consult過的 呃 夥伴 對 然後 就是 QA時間 有QA嗎 我已經超死了 不好意思 喔 沒關係 好 就 就如果你有 你有 你有QA可以在那邊問 然後 或是你有會後想要聊 也可以過來 這跟我找 找聊一下 呃 然後 呃 就是 如果各位有問題的話 呃 等一下會後可以討 等一下會後可以討論 然後 哦 哦 這個 哦 對 哦 沒事沒事 不好意思 謝謝 喔 好 那 呃 就是我們有為獎者準備一個小禮物 那 我們有為我們參加我們議程的